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 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报告和总结讲话 在胜利的前夜背景下 强调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弃读这份报告尽管在胜利的前夜 文字中却很难看到胜利的精细 在总共十个段落的报告中 毛泽东只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 讲还在进行的战争 剩下的都在讲城市 讲管理 讲经济建设 讲国际免生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毛泽东一共讲了十个问题 几乎囊括了执政党即将面临的任务的所有方面 对一些身上还散发着硝烟味道的代表来说 经济产值和私人资本这些概念都是首次听说 对共产党本身来说 有些问题的确是全新的领域 面对即将接管的城市和政权 党的工作重心能否准确成功的转移 为此 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止一次的警告大家 我们可能犯极大的错误 我们就会站不住脚 我们可能要失败 语气中 阴含着毛泽东在共产党由农村走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的忧虑 在讲话的最后 毛泽东变得铿腔起来 连续用了两个语气副词加以强调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 不骄 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 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西百坡的日子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的北平 启程的时间是上午11点 这让毛泽东又联想到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和1948年3月22日东渡黄河 1949年3月23日前往北平 三年三次大行动居然都是在三月 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 明年三月应该解放全国了 等全国解放了 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同行的人们回忆说 毛泽东在说这话时 脸色骤然变得凝重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 做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